可是呢 其實媒體還是有拍到 拍到什麼東西 拍到什麼東西呢 有工人在幫松樹澆水 哦 為什麼要幫松樹澆水 你如果要全部拆掉 你就全部拆掉 不是松樹很貴 他要直摘 他要把整個保留 對 整個保留 然後看自己移到哪家 他嚴加其他產權 或是找下家賣 那個收入幾十萬的 那種植栽的 原來算得這麼清楚 所以你要看 嚴加去挖那個時候 他那個門那個鐵門 他也沒有直接把 正常來說 你就把整個鐵門推倒 他鐵門很貴 是金剛的 所以你看他去鑽 是鑽旁邊的那個水泥基座 這應該也是要保留 就是他是精打細算的在拆 就是主腹心態 那個缺角 到時候還可以做個造型補起來 也不知道 但是同樣就是說 他確實看起來 我看他的採訪應該就是說 他會盡可能把資產都保留啦 然後呢 看要怎麼移轉 就說 雖然他這比他 認虧 認烈 可是他們對於這數字是很精密 就是能保留 盡量保留 那當然這是你家權力 我們也不能講說什麼不好 可是那不要裝受害者 好 不要裝受害者 我覺得這是事實 全天下沒有說賺1億多的受害者 你告訴我 你這塊地賺了1億多 你今天只要 就算沒有變更 你市政府只要一針就賺1億多 有這樣的受害者嗎 是嫌說我原本可以賺2億 現在只賺1億多 所以我好像委屈 沒有 他的地也不是買好 然後被化為公保地也不是 他跟全世界 全台灣大多數的公保地的擁有者 完全不一樣 大多數的公保地是我有私人土地被化成公保地 所以我使用範圍受限 我也不能幹建物 只能幹臨時建物 這些人出來喊冤完全沒有問題 可是他1買地便宜 2中間繳稅便宜 3他的使用完全沒有受限於公保地 4如果徵收賺1億多 不要裝受害者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很清楚 有時候我覺得差不多就好 我一直以為公保地這個爭議 你拆了那一個東西之後 事情就可以結束 換下個戰場 或是說就討論其他的 就沒有嘛 你就歹戲托捧 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然後定調為自己是公保地的這個受害者 其實坦白說只會招人口舌 那嚴家都不擔心這樣一直失血 我覺得不擔心 血流乾了 血流乾了 早就流乾了 早就流乾了 還是他覺得他資產很夠 以前打選 那一個議題可以打30天20天 結果嚴家真的他會滾動太快 所以又有太多故事了 太多故事了 一個沒有追完就下一集 所以我覺得嚴家以託代別是說 反正他也不擔心你啊 反正你 我坦白講 清泉鋼 我認為也追不到個底啦 大家講講 又有新東西 然後大家又過去 所以我覺得嚴家現在有點就是 再多不愁啦 對不對 再多不愁那種感覺 可是問題是喔 你如果真的放這種心態 就是再多不愁心態的話 那你嚴家真的錢跟錢的那種交革 真的講不清囉 你講不清 我不太相信年輕人 或是說就是對於一些 新政治有嚮往的人 有可能會投給你嚴家 我覺得最後還是嚴家吃虧了 好 再來關心中美洲的尼加拉瓜 跟台灣斷交 轉跟這個中國建交 那時間因為剛好是在美國召開 民主國家峰會嘛 所以這當中是不是有關聯性呢 同時我們看到 國內國民黨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國民黨是痛批尼加拉瓜 跟我們斷交 說這個背信妄疑等等 那同時呢 中國的部分呢 他就說呢 是這個長期呢 謀取我們的邦交國呢 所以呢 深感遺憾 正好這個國民黨的這個態度是怎麼樣 怎麼樣看出他的這個過程 包括明天是有個海峽論壇要召開 是不是 我覺得先講幾件事情 這很清楚 因為現在就是拜登在召開這個民主峰會 而整個民主峰會最大的驚奇 就是台灣與會 那在這個時候呢 有這樣的動作 中國中國介入是百分之百的事情 而且你看哦 尼加拉瓜與台灣斷交的三個小時之內 就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所以這件事很清楚就是中國在背後 所以當大家都會譴責中國嘛對不對 可是你看這份中國國民黨出了這個 所謂的聲明稿 我坦白講 我給60分啊 比江啟成時代好太多了 江啟成時代會幹嘛 會罵民進黨 臭罵民進黨 然後槍口對內 可是你看哦 他確實你看得到在他的第二段 確實也提到了中國的問題哦 中共長期謀取我國邦交 持續打壓我國國際關係 我們深感遺憾 他確實也提到這部分 也只能遺憾了 但是我覺得他加四個字就可以從60分變100分 你看這個標題 嚴正譴責 中國煽動尼加拉瓜與我斷交 多中國煽動四個字的話 那就好很多了嘛 當然了 你想看你這個斷交案 中國是主謀 尼加拉瓜是重犯 你哪有可能在標題上不譴責主謀 只譴責重犯呢 而且他內文也明明知道是中國是問題啊 所以他才深表遺憾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他內文用詞上是有輕重的 他只是說遺憾而已 可是內文應該譴責中國 然後呢大標題他永遠不敢罵中國 他如果把罵中國譴責中國什麼 煽動尼加拉瓜與我斷交 那這句話就100分嘛 完全不敢這樣寫 可是重點來囉 中國有沒有把中國國民黨看在眼裡啊 沒有耶 明天要召開海峽論壇 今天搞這個斷交 那請問他有沒有顧及到海峽論壇的 大家的這個和諧氣氛 沒有耶 沒有 他完全看衰國民黨嘛 你有種就不要來 反而國民黨要這個低聲下氣的 我跟妳講 很輕微的只能說遺憾 我們現在第一個國民黨只能說遺憾 明天朱立倫要在海峽論壇就是視訊致辭 然後呢還要跟汪洋同框 哦 那你要不要去啊 你要不要致辭啊 你如果敢朱立倫敢就是假設國民黨這樣做 就是說真的 由上到下 就是說黨主席黨務主管 甚至是各階的代表 包含黨代表什麼 我抵制海峽論壇 我不去 為什麼 因為你中國欺負台灣人民嘛對不對 有可能嗎